被撞的單車旁邊 留有事主的帽、太陽眼鏡等物品 部分單車配件飛脫 散落路中心 的士擋風玻璃破碎 的士司機在現場協助警方調查 早上9點多 年約70歲男事主踩單車 途經大埔泰和路近保亞路對開路口 在行人過路處過馬路的時候 被一輛往套路港公路方向行駛的士撞倒 事主被撞起 撞到的士擋風玻璃後倒地昏迷 送院搶救後不致 東網記者 李韓約報導